双宋夫妇在日本游玩再次撒糖!宋仲基为粉丝在购物带上签名暖化了! 双宋夫妇在日本游玩再次撒糖!宋仲基为粉丝在购物带上签名暖化了! 宋仲基和宋慧桥如今作为韩国最甜的明星夫妻,无论走到哪里都将引来众多粉丝跟随,特别是他们两人还特别爱玩,即便是工作特别忙也不忘在外秀以不恩爱,因为他们两人经常同框出油的原因,粉丝似乎对他们两人撒狗粮已经免疫了! 去年10月份,宋仲基和宋慧桥在韩国举办婚礼,因为宋仲基知道宋慧桥特别喜欢鲜花,还特地将婚礼现场用了大量鲜花做装饰,在婚后宋仲基依旧不忘宋慧桥喜好鲜花, 先是在结婚一百天时,送上一束巨大的满天星,之后还在夫妇节当天为宋慧桥精心准备一束牡丹花,对于这么细心的男生,连你是不是都要心动了呢? 过完年,两人各自复工后便开始忙碌各自的工作,随后便出现罕见的单人外出 即便是工作很忙,两人只要一有空就会再次同框出门旅行,而且对于行程环特别低调,但无奈两人的人气太高,无论去哪个国家旅行,必定会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6月5日下午,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朋友在日本游玩时,偶遇到双宋夫妇的照片,没想到在两人复工之后这么忙的情况下,还不忘一同出门旅行,这次猝不及防的撒糖,让不少粉丝表示甜后了 在遇到双宋夫妇之后,这位粉丝并不是只有拍照了事,而是鼓起勇气上前跟宋仲基索要签名,因为出门时并不知道会遇到宋仲基,所以手头上连一些签名的卡片都没有 遇到这种事,遇到这种事真是太尴尬了,不过为了能够得到宋仲基的签名,这位粉丝也真是拼了,直接让宋仲基在购物袋上签名 虽然签名的方式有些奇葩,但最起码要到了自己喜欢明星的签名,小编也不禁羡慕这位粉丝了 估计这个购物袋,带回家之后只要好好珍藏起来吧 要知道,虽然双宋夫妇经常一同出游,但能够遇到他们的机会却并不大 能够在异国他乡遇到喜欢的偶像,特别是宋仲基还愿意在购物袋上签名,真是要被欧巴暖化了 只见宋仲基在签名的时候,宋慧桥则是安静地在宋仲基的背后看住他